特别好喝 我都不知道这个酒吧有这款的 你试试看 小姐 咱们已经换了好几种酒了 我都快醉了 再说了 你开车呢 我找代驾 干杯 干杯 好喝吧 好酒 还有一件事情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觉得你用不着天天到公司去接舞 这样的话让全公司上下看的影响不好 没有啊 我觉得挺正常的 在国外喜欢一个人就是这种名字 酒好 酒好喝 但是 你想过没有明天早上一早 我还得上饭呢 以后咱们要喝酒的话 能不能在周末可以随意喝 好 我知道了 就这个周末 这个周末我来你家 给你做一个 郑重的美式的西餐 我从来没有给任何人做过 我从来没有给任何人做过 只是给你 就这么吗 这所有的方案呢 应该我觉得应该都差不多 可是 这些问题解决了 可是广告 谁来 谁来做这些 我觉得这个问题 咱们一定要解决 你能坐吗 这个 交给我 我得了 练乱 早餐 早餐是準備 首先特别感谢 你能为我准备的 风神的晚餐 也特别高兴 你能到我们家来做客 来 干杯 干杯 对不起 爸 到了 你回去吧 住在随时都可以住的吗 我不在你身边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对 行吗 行 我会的 来 来 好 就送给你的 替我好好照顾好他 好 那我走喽 老爸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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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轩 这是谁啊 我来跟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我干女儿爱宝 这是我的伙伴儿唐允熙 我 我没打扰到你们吧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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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没有 爸 我跟你说 我今天和同学去逛街 我把手机 钥匙 钥匙 钱包 都放在我同学那儿了 我们一时间走丢了 我找不到他们 我一时没地方去 只好来你这儿了 你怎么会知道我住这儿的 因为你是我爸嘛 你还没吃饭吗 还没 来 吃我的 来 这是米夕做的 那我就不客气了 爸 你饿不饿 我不饿 你吃吧 姐 你好贤惠哦 爸 你能 也给我倒一杯红酒吗 当然可以了 我给你倒 我给你倒 谢谢 干杯 干杯 嗯 姐 你跟我爸一起工作对吧 是啊 那你一定很能干了 我代替我爸 跟你喝一杯 希望你可以在世界上 帮助我老爸 喂喂喂 喂喂 我 你慢点啊 我喝醉的 这酒也是你挑的吗 真不错 别再喝了 别再喝了 你少喝点 鸡肉 真的很抱歉 你的女儿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小孩子不太懂事 喝多了 其实我也没想到她今天会到我这来 这样吧 找机会我请你吃饭 算是不长 怎么样 好的 谢谢 那她怎么办呢 我想办法吧 时间不早了 我先走吧 我先送你 记得你还欠我一次烛光晚餐呢 我记得 今天真的不好意思啊 来 来 曼宝 曼宝 好 你怎么会知道我住这儿的 因为你是我爸嘛 爸 妈 我要尿尿 尿尿 你来了啊 着急 妈妈 你站好了啊 站好 帮我出去 来 坐好啊 坐好 坐好 嗯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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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YK 来吧 我等你回房间睡觉去 不要碰我 我好难受 我只想在这里躺一会儿 以后就多一个人陪你们喽 是啊 老了 没关系 反正老的还要我在 我能够叫你爸爸吗 如果你想叫 以后就这么叫吧 我就要你在这里陪我 我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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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的爸爸 你是我的爱人 你了吧 我来吧 你来吧 你来吧 我来吧 我来吧 你来吧 你来吧 水 油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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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艾宝睡得那么香 那么的安静 我又开始迷茫了 我在心里不停地骂自己 林一轩 你到底在干什么呀 好不容易 刚刚从过去走出来 可现在呢 现在似乎一切 又回到了原点 好不容易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这么早啊 难道你不让我进去吗 不方便吗 进来吧 昨天的东西还没收拾啊 我看你昨天晚上没吃多少 所以我早上再特地给你带了一点早点 干吗那么客气 你昨天的那个干女儿挺可爱的 看不出来她酒量挺好的 送她回去晚上已经很晚了吧 累吗 还好 还好 那我先收拾一下我们吃早点吧好吗 不 不用了 不用了 真的不用了 您不是有什么东西讲吗 您不是有什么东西之调 我们是有什么东西 欢歌 我们是有什么东西 混音的东西 所以 我还真没听说过 爸爸和女儿睡一张床的 敏欣 等等 我必须告诉你 她是我前女朋友 林一轩 你太让我失望了 他就要做到 她在嘴里面 她就先吃 鸡蛋 我赶快 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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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 刀呢 刀啊 这件事我们大家就按照林总的接受 就有话去做就行了 这个 这件事是什么 谁写的 烂到家了 重写 林总 你看这本案怎么办 那就按照唐总的意见再做一份 好 是 行了 散婚 把门给我带上 把门给我带上 这个事我都知道了 错不在门夕 在你 是 她没错 当然不能怪她了 你是不是对那小姑娘特不死心啊 明希都对你说些什么呀 她说现在这小姑娘也真够厉害的 都那么主动 不过我可提醒你啊 事实上可没有免费的午餐 很容易得到的 往往不是什么好东西 艾伯不会怎么样 她就是个孩子 来 同学们看一下黑板 今天咱们看一看 光学 光学效应光程 它的方程是应该 咱们应该看看啊 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呢 HV等于二分之一MV的平方 加上A 其中后边还有一个大括号 大家要注意一下 来往本上写一写 记一下笔记 是不是 再看看这边啊 看看这个图示 这个图示当中 我们应该要注意哪一些地方 哪一些的地方我们需要 你是我的爸爸 你是我的爱人 需要 做一下标记 然后在你的本子上 还有下边啊 看一下下边这个 整个左边图示的这一个部分 然后我们一共分为了几步 一步 两步 三步 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呢 老师会布置一些新的任务啊 这是唐闽熙 这是艾宝 这是艾宝 想不到啊 当年桀骜不驯心笔千高的文艺奋青 林一轩 现在为了两个女的 会醉成这样 你说你当年为了画一幅画 几百里上千公里的 说走就走 连眼都不带眨子 现在 这股劲哪儿知道 这女人跟东西不一样了吗 这就叫英雄难过美人观 行了 别笑话我了 迟早你也会有这么一天的 我不会的 大丈夫先立业后成家 我现在就想着是怎么把这个公司 给搞好 你小子就是个参与迷 永远改不了的习惯 喂 兄弟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啊 问 你觉得 唐米希会对公司怎么样 会对我怎么样 我跟你说 咱们现在这个案子 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了 其实我们只要把这个项目 拿到手了之后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对吧 感慈了 自从五根 pulse 发生那件事以后 我知道 唐米奇非常生气 他在公司里见的我也不理我 就像看着仇人似的 为了公司的前景 为了缓和 我跟他之间的矛盾 我打算约他出来好好聊聊 可是 不管我怎么打他的手机 他都不接 始终躲着我 我没办法 我只能把短信给他 来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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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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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得这么晚呢 我等你好久 来啦 快去吧 好 给你介绍一下 是我的商业伙伴 林以轩 好 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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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可以煲水 點火 煲上面 就煲 喝醉了 快点 你这样 总情望迷 总情望迷 好 鸡蛋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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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鸡 鸡 水 你就应该跟这小姑娘保持一定距离 你也一把年纪的人了 应该明白什么能碰什么不能碰的对吧 我明白我怎么能不明白呢 你假明白 你要是真明白的话 就应该跟他保持距离 而且你还当着敏西 你这不给自己找麻烦吗 那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办 把他一脚踢出去赶就见 人该狠的时候就得狠一点 敏西可以做你的女朋友 做你的老婆 还可以给你一个光明的前途 而那个爱宝 只会给你找麻烦 不仅你需要敏西 我们的公司也需要敏西 只要敏西在 他老爹的资金 就会源源不断地进入我们的公司啊 你说我说的对吧 兄弟 这么大岁数了现实点 你不能再像那些愣头青一样 重新创业一遍吧 好 怎么样 不喝了 咱喝点吧 喝点 接着说 接下来的日子 我没再去找唐敏西 我也知道她很痛苦 所以我不希望再打扰她 喂 你这朋友怎么回事啊 等这么长时间了 马上就等 最近没见到唐敏西啊 比如说见到的 我躲都躲不一样 听说她去香港了 疯狂购物 疯狂刷卡 你说这有钱是好啊 你说咱们什么时候才能这么有钱 来了 喂 喂 信号不好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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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ul 看什么呢 没什么 哥们儿来了 走吧 走走走走走 你十四岁生孩子啊 你害他爹呢 这是女生公寓 男性免禁 你知道吗 你找他吗 找他给打电话去 什么人 你这种人有见多了 还有这样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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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叔叔 来 来 来 谢谢你们今天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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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在这说几句话吧 各位叔叔也知道 我刚从国外回来 这里也不是认识很多人 也没有很多的朋友 但这次的广告创意大赛 真的是太感谢各位叔叔了 没有你们在的话 这次的事真的是成不了了 谢谢叔叔的广告赞助 官方支持和活动的审批 没有你们 真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 谢谢你这么多 小贝在这儿 先跟大家敬一杯了 谢谢 谢谢 不 谢谢 我和老唐大哥相识多年了 今天为唐小姐业舰保利 很荣幸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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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董事长有如此乖巧能干 有事业心的女儿 让我们感到很荣幸 哪像我那小的 一点出心没有 竟想上国外去打高尔夫就消遣 不是买车就要换车 太让我失望了 真是一个败家事 来 来 来 今天高兴别说一句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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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公司的事 快把我弄疯了 我从来没有这样 感觉无助过 完全不知道 该用什么方法去解决 特别是爱宝 在自己肚子上画了个圈 这个圈 搞得我一天心声不宁 它究竟什么意思 它想表达什么 难道 是那天晚上 你不想 以后如果我们生孩子 一定要生一个男的 我也慢 因为生女孩我嫉妒啊 人家都说 女人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 那我的情人不就被分一半掉了 你想脑子里面想什么呀 什么狗屁逻辑 难道 你希望 肚子里面是女生 难道 真的是怀孕了 不行 我必须把这件事情问清楚 尽量的 然后走 我都问你 你这是妈op 我就是妈op 鞋子都看它 但是你今天觉得 不合自这件事 那我喜欢面的 就想起来 那我注意到你 我为什么不觉得 你去看 我说我 喂 喂 阿宝 你怎么回事啊 我打你电话发短信 你又不接电话又不回 你到底怎么了 你就开始太不同事了 过年 你那天 在肚子上画个圆圈什么意思 是不是怀孕了 你给我说实话好吗 你急死我了 喂 你说话呀 你是不是怀孕了 林一轩你这个混蛋 Go to hell 女人对于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来说 将来有的是 但若是赚大钱的机会 恐怕你一辈子也很难碰到一次 那个张总 是不是老是为难你啊 只要给我林一轩一个机会 我就能感受无用了 钱可是在我的手上 没有我松口 任何人别想拿走一分钱 春天没事他闹 我们分手啊 你应该去找个年轻的 你怎么又来了 喜欢一个人 就是这种表现 一轩 这是谁啊 姐 姐 你好贤惠啊 你的女儿 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小孩子不太懂事 喝多了 我先送你 错不在闽西 在你 不仅你需要闽西 我们的公司也需要闽西 想请我 我比你女儿好吧 其实我们只要把这个项目 拿到手之后 你爱怎么样就好 谢谢你们今天来 谢谢谢谢 难道 希望 肚子里面是女生 这孩子可爱不懂事 是不是还用啊 这谁啊你也不接 这谁啊你也不接 总会有人接的嘛 喂 喂 阿宝 你怎么回事啊 我打你电话 要拔短信 你又不接电话又不回 你到底怎么了 你就跟人家可爱不懂事了 过年 你那天 在肚子上 画个圆圈什么意思 是不是还原了 你给我说实话好吗 你急死我了 什么话呀 林一轩你这个混蛋 去死吧 我明明是打给艾宝的 怎么会是唐米希接呢 喂 景阳 你说有件事是不是太奇怪了 刚才我给艾宝打电话 是唐米希接的 哥们 你露子真够野的 和前女友调情 还要 汇报一下唐米希 你有什么好笑的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笑了 不笑了 你说那个东西啊 叫 安全拦截软架 她肯定在你们家的时候 悄悄动过你的手机 然后再把你的电话给拦截了 所以你打电话给她 她第一次只要不接 第二次你再打 就直接转到 唐米希的手机上 那怎么办 这次唐米希绝对气疯了 你还是先躲几天吧 那你 能不能把我解释一下 好 那我试试吧 不过这种事 我可不敢打保票啊 行了 你这样吧 我已经要那一番话 真的把我搞得毛骨松软 艾宝为什么这么做 他为什么要把我的电话 转移到唐米希那儿 难道 他哪天那个手势 是想告诉我 他已经怀孕了 林医轩 你这个混蛋 去死吧 你说那个东西啊 叫安全拦截软件 他在你们家的时候 肯定悄悄动过 唐米希的手机 然后再把你的电话给拦截了 所以你一打电话给他 他第一次只要不接 第二次你再打 就直接转到唐米希的手机上 整件事来得太突然了 我真的需要整理一下思路了 我真的不明白 我真的不明白 你真实际吗 我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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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明白 我真的不明白 是我喜欢他 是我主动追他的 但他什么意思啊 还能催个孩子来 孩子 这绝对是个误会 你消消气 别生气了 这种事情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出来呢 那女孩是个精灵鬼 也许她就是故意骗林医轩 结果把你给骗了 我向你保证 这绝对是个误会 没错 是误会 但不是我误会她 也不能这么说 你们俩好之前 她早就跟那个女孩断了 这个我可以担保的 后来又遇到 只是偶然 不可能是林医轩 有意安排的 有意 无意做的事情 才是最可怕的 我们在这里 我最可怕的 是最可怕的 Giovanni 我最爱的 你真是一种 都是脸床 甚至是脸床 信哪 你真是脸床 怎么会 当然 ISSUE 什么 我买了 你也许个这个 对 和Det 好像并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 只是一个偶战 而是他尽心准备 有备而来的 那你一定很能干 我代替我爸跟你喝一杯 希望你在事业上好好帮助他 真的很抱歉 那他怎么办呢 我想办法吧 时间不早了 我先走吧 我先送你 爱王那天故意把自己灌醉 趁我出去送唐米希 从我的电话上面 得到了唐米希的号码 这一切的一切 回想起来 太可怕了 好 好 怎么了 帮我个忙吧 行啊 什么忙啊 做我男朋友 不行 就演个戏嘛 帮我演个戏有什么难的 演戏还在 我哪会演戏啊 这这门怎么帮你 是不是兄弟啊 是 那你以后找我帮忙 我不帮你 那别呀 我想想行吗 想想 就演个戏而已嘛 就演个戏而已嘛 怎么演呀 不如我们先演练一下 娃娃 爱宝 爱宝 爸 你过来 干吗呀 我有事我问你 嗯 那天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什么意思啊 就是那天 你对的作作这么做 什么意思啊 有吗 我不记得这件事了 你不会是怀孕了吧 爸 你说什么啊 人家男朋友还在这儿呢 没骗我 真没骗你啊 没骗你啊 爸 你干吗 那小子过来 来 我跟你说啊 对她好有点 否则的话 我等你不客气 叔叔您放心 我看来能一定对她好 夏天 我吧 牛牛牛牛牛年 可把这儿子还嫌好了 自宝 继续下去了 我也许对你来说我太老了 你应该去找个年轻的 更适合你的 也许我只适合做你爸爸 喂 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现在正样子吗 我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别拿这种骗小孩子的把戏 来刷我好吗 那小丫头肚子里的孩子 是你的吗 那现在怎么办 好 我给你出个主意吧 你现在就把那个小姑娘接回家 过几个月孩子生了 你又当爹又当外公的 多幸福啊 说实话 明熙在事业上对我的确有很多的帮助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潘娜 我也知道 她真心地喜欢我 可以说我们还是有感情基础的 这一点我不否认 如果不是那天晚上爱宝的出现 如果没有发生那件事情 也许我跟明熙真的会开始 开始走在一起 可是 就是因为那天晚上 那个愚蠢的错误 这个错误 既伤害到爱宝 也伤害到明熙 我真是恨自己 我都干了什么 现在 再想回头都已经不可能了 但公司怎么办 我不可能让个人的情感 和公司的发展交到一起 所以 作为潘娜 有好多话 我还必须当面的和明熙讲清楚 对 可爱的 你知道你还不可能 你现在因为你做的 你做的 我做的 我做的 你做的 我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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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之间真的没必要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希望你今天来 是为了我 而不是为了公司 我不想骗你 两者都有 我是一个在国外长大的女孩 我对感情很直接 你知道在国外喜欢一个人 就是这种样子 我在乎的是这种感觉 感觉没有了 就等于什么都没有 我知道 明星 从我们认识到一起合作可以说是一份缘分 我没必要因为这件事情 把所有东西都去打碎掉 对吗 我想问你一句话 你说 好 你有没有认真地想和我开始 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是 我从来没有给任何人做过 只有你 有 有 我想听真静话 爸 别再丢掉我好吗 可是 是不是因为你那个女儿 你知道吗 我 不能够理解你们那个变态的情感 我 我真的觉得很恶心你知道吗 很恶心 我讨厌她 我讨厌那个女人 我讨厌她叫你爸爸 我知道 这种感觉 你不理解 其实我想跟你说 有时候 有种情感 令我自己都不理解 好 我完成了 我不想听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你要不然 让你那个女儿从我们的世界永远消失 要不然 我就不知道 会再发生什么事 那句话我不想告诉你 我觉得 这些都不重要 我只是希望你 把生意 公司和情感 区分感 能希望 你可能做得到 我做不到 不要 他是否促为一些 各自杂团 tive 他不是 他不是 一我不是 看那些人 难为你了 放心 咱们还会有机会的 心甘情愿了 也不用这么说 这没有到最后关头呢 女人有时候在感情问题上 真的会可怕 谁啊 来了 嗨 老爸 又想干吗啊 女儿 来看你啊 顺便给你个珍惜